盘点博尔特那些显为人知的世界记录 百米和两百米不在内 最后一向空前绝后 博尔特首次参加世锦赛 应该是在2005年赫尔辛基世锦赛 刚在世锦赛中打破青年记录的汤 在世锦赛决赛中以拉伤收场 跑出了世锦赛史上最慢200米成绩 26秒27 不过自从2009年柏林世锦赛开始 博尔特完成了他第一次世锦赛三冠 四次世锦赛 除了2017年伦敦世锦赛外 其余三季世锦赛均包兰世锦赛三冠 其实150米项目并不是正式项目 所以也就没有世界记录 只有最快记录 这恰好也是小扒认为最适合博尔特的项目 不过博尔特在2009年曼彻斯特比赛时 现场的环境相对较长 与后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巅峰博尔特依然跑出了14秒35的成绩 成为了这个非正式项目的最快记录保持着 这个奖项是国际田连颁发的 他们每年年底都会对运动员进行评比 得出一位获得年度最佳运动员 博尔特一人就获得了六次 分别是2008年 2009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以及2016年 要知道 排在第二位的是1500传奇人物奎洛伊 就算是他 也只获得了三次 博尔特的次数足足翻了一倍 在博尔特之前 卡尔留伊斯 汉勒格布雷希拉西 贝克勒等田径大神 都曾经在各自的主项竞赛上 向奥运会三联冠发起冲击过 但他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失败了 博尔特成为了首位由此成就的伟大运动员 而且博尔特在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上 都实现了奥运会三联冠的成就 可以说 即便是将来某一天 博尔特的100米世界纪录 9秒58被打破了 他的两个奥运会三联冠的成就 也不会被超越 可能光说成就 各位不知道有多难 像卡尔留伊斯 格布雷 贝克勒等传奇人物 都曾经对此荣誉发起冲击 无一例外 均失败告终 只有博尔特一人完成了 并且还将两个单项的世界纪录收入囊中 即使未来的某天 这两个纪录被打破 博尔特依然是田径第一人 更何况奥运会三联冠